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照明類器具檢修的緊急照明燈 受割老師是黃俊成老師 緊急照明燈我們平常我們在檢修的時候 我們要等停電發現到它燈不會亮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檢修嗎 當然不是 所以平常我們定期就要去測試我們的緊急照明燈會不會亮 所以這個非常的重要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來看緊急照明燈 我們的單元學習目標跟大綱 首先第一個部分我們介紹緊急照明燈它的燈具的種類 第二個部分它的電路方塊圖的原理解說 因為它的電路充電模組的電路是比較複雜的電子元件 老師把它整理成為一個電路的方塊圖 簡單的跟同學敘述一下 再來第三個部分是緊急照明燈的故障檢修方式 它的故障檢修方式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緊急照明燈的燈具種類 我們緊急照明燈現在廣泛的使用都是LED燈條來做緊急照明燈 或者是LED燈泡 再來過去比較早的是用省電型的放電型的燈泡 來做緊急照明燈的燈 接下來我們為什麼現在會用LED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LED燈的介紹 它是發光二極體 我們簡稱為LED燈 它是利用半導體的材料製作而成的固態發光元件 接下來我們前面有介紹過白絲燈跟日光燈 水銀燈的放電方式跟日光燈很像 所以我們就拿日光燈LED燈跟白絲燈來做一個比較 好 那日光燈它是屬於電子放電 怎麼樣的電子放電 我電子去碰撞我們的水銀蒸氣 然後發出紫外線的光 然後再透過螢光粉來發光 那它的發光效率是每瓦特60到80流明 那我們平均我們的日光燈 它的平均壽命是一萬兩千個小時左右 那LED燈它是屬於冷性發光 它的燈是不會發燙的 那它的發光效率是80到120流明 那它的平均壽命也是四萬個小時 好 那白絲燈它是用加熱燈濕的方式 那我們透過電流加熱燈濕 然後散放出它的燈發光 那它發光的效率是每瓦特才15流明而已 那它的壽命呢會大約在1000個小時 所以呢為什麼LED燈會廣泛被使用 第一個它的發光效率好 再來第二個它的平均壽命也長 再來它的發光方式呢 它是屬於冷性發光所以不會產生肺熱 所以現在LED燈也是慢慢廣泛的被使用了 好 接下來呢我們要介紹緊急照明燈的電路方塊圖原理的解說 那為什麼呢緊急照明燈我們會用電路方塊圖呢 因為呢它的電路板裡面有很多元件呢 是我們高一同學都還沒有學到的電子元件 那所以呢老師先在這邊簡單的敘述 讓各位同學了解說主要哪些區塊的東西壞掉 那我們要怎麼去測試 好 那首先呢我們先看到這個是我們緊急照明燈的方塊圖 那首先有一個插頭 然後接在電路板上面 那電路板上面呢我們會做一個電源指示燈 跟一個開關還有一個測試開關 然後再接一個我們的充電電池的接線 還有LED燈條的接線 好 所以呢我們先來看 當我今天把插頭插在電源的時候 那電源指示燈它會亮起 這顆電源指示燈會亮起 那如果今天發生停電的時候呢 我電源指示燈會熄掉 所以呢我插頭插上去的時候 那這個電源指示燈如果沒有亮起來 那有可能是我的電源端沒有電喔 那各位同學就要注意了 好 那如果我今天我插上去 電源指示燈沒亮 那建議各位同學 我們要先拿商用電表去量測看看 我們電源是不是真的沒有電 那如果電源有電呢 那就代表我們電源指示燈可能壞掉了 那我們再去查一下我們的電路板 好 接下來呢 當我插頭插上去之後呢 電源指示燈亮 但是呢我開關把它置於在OFF的位置 開關把它置於在OFF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表示我插頭有插上去 那電源也有進入到電路板 可是呢我開關卻沒有打開 所以它以下我們的充電電池 跟我們的LED燈條 它都是沒有功能的 所以呢我發生了停電的時候呢 我的LED燈不會亮 所以呢我開關呢必須要把它轉到OFF的位置 轉到OFF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充電電池才會開始進行充電 那發生停電的時候 LED燈才會亮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把插頭插上 那我們的電源指示燈亮起之後 然後我開關切記 我們一定要把它置於OFF的位置 那接下來呢我們定期測試的時候呢 我們這裡會有一個測試開關 那測試開關我把它按下去之後呢 好這個時候正常來講 我們LED燈條要會亮 LED燈條它會亮 所以我們剛買來的緊急照明燈 我們可以先測試 我買來的有沒有瑕疵品 所以呢我們會先把插頭插上去 然後開關至於OFF的位置 然後呢我們按下測試開關 看它的LED燈會不會亮 那LED燈會亮 就表示我現在目前的檢測 我們的緊急照明燈是沒有問題的 好但是呢還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可能我們的充電電池不會充電 所以呢我們靜置10到20分鐘 讓電池做短暫的充電 短暫的充電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再模擬停電 模擬停電 那模擬停電我們就把插頭拔掉 把它插頭拔掉 那這個時候我的LED燈條 它就要亮起來 那所以呢我們剛買來的緊急照明燈 我們這樣測試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買到的緊急照明燈有沒有問題 如果跟老師剛剛講的上述的內容 都符合的話 那表示我的緊急照明燈買來 是沒有故障的問題 那我們下面有影片 介紹給各位同學看怎麼測試 那請同學仔細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緊急照明燈 那緊急照明燈它的正常狀況應該是 我們如果發生停電的時候 它的燈就會亮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假設今天停電了 燈就會亮起來 就代表我現在是停電的狀態 緊急照明燈亮起來 有足夠的照明 我才可以看清楚 往哪個方向走 好接下來呢 我們再幫各位同學做一個整結 那緊急照明燈它的燈具種類 那我們現在呢 緊急照明燈 大多都用LED燈居多 再來呢 接下來我們才會使用到它的省電燈泡 所以呢 LED燈 為什麼我們會使用LED燈 因為第一個 它的壽命比較長 第二個 它的發光效率比較好 而且又比較省電 好再來呢 那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的電路方塊圖的原理解說 那我們的電路呢 主要第一個 我們要先把緊急照明燈送電 那送電之後呢 很多都會忘記把它的開關 拨到ON的位置 所以呢 以至於我們真正在停電的時候呢 我的緊急照明燈不會亮 所以我們送電之後呢 我們要先看 我們開關有沒有拨到ON的位置 然後要記住按測試鈕 測試看看我們的LED燈會不會亮 然後呢 再給它放個10分鐘到20分鐘左右 那我們在模擬 然後發生停電的時候 那緊急照明燈會不會亮起來 那希望各位同學可以了解到 緊急照明燈的原理 跟它的檢查方式 明燈會不會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